当中国大陆的建筑师都害怕别人说自己不专业的时候 有一个工作室叫业余建筑师 那这是我的工作室 我当时是一个建筑师 同时我也算半个艺术家 跟艺术家总共比较多 反而我也是一个教师 实际上我自己创办了一个新的建筑的学校 在杭州的国立美术学院里 创立了一个新的建筑师 享有一种不同的教育 所以我是一个校长 教师建筑师 台北有特别多的人 你会感觉到这个城市 尽管是个现代城市 但是它还没有那么样霸权 如果很霸权的城市 不可能存在这么多人 那么同时翻过来 它还保留了很多民间的建筑 这个我觉得对现代城市 其实特别重要 尤其对亚洲 因为亚洲的城市 其实面对现代城市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在对话 其实它不是一个合法的建筑 和违章建筑的对话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在对话 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民众被自己生活的自觉性的表达 这才是它最重要的 而且因为它都保留了很多的这种个人性的这种区别 尤其在一个强调集体性的一个社会 因为这个文化的传统是强调集体性的 但是违章其实是一种新现象 它既保留了这个文化 自己建造的那样的一个民间的传统 但它都是造的并不是传统的建筑 它其实造的是某种新建筑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会说 啊 它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发现它在尝试用新的材料来适应它的生活 有很多小小的发明创造 所以它才在这个意义上是我的老师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区 尤其是在这种现发达的 或者说是非欧洲文化圈的这种地方 大家对这些事情会很热衷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除了追求知名度 现代性之外 是对自己的文化却信心的表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欧洲会出现 这边要办奥运会 你治 我不要 我可以不要的 我有权利不要的 但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 即使在所谓的民主的国家 仍然有一点大群在里面 就是说 我是为你们好 所以我都要要 我是为了这个城市好 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亲近民众的意见 翻过来民政的觉悟 但是我仍然需要有个觉醒的作成 我相信真的要投票的 还是有很多人会赞成 所以我们要搞奥运会 我们要搞网道会 会有 这就需要有一个自觉性的作成 所以很多的违禁 是一种不自觉的反应 并不是意味着它的意识上真正的一个觉醒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展览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在意识上真正的觉醒 看一下自己的生活多么的有意思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废墟是一种地势 是一种文化和美学的一个地势 你比如说在英国就会有比较强的关于废墟的调论 人家文化里面有关于废墟的调论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缺乏 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学里头 有大量的迎送废墟的诗词和篇章 但在现代性的过程当中都对大家棒 其实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都非常的相似 因为首先在一个大的文化圈里 大家共享了一些价值观 在一个整个的现代化的进程也是类似 只不过台湾可能稍微启动了 大陆启动得晚一点 但速度很快 很快就达到了跟台湾类似的程度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应该增加对话 因为我们面对的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是来不及思考 所以不同地区的探索 如果合在一起 会是很大的力量 不光是大陆和台湾 因为我们周边还有日本 印度啊 泰国 其实亚洲的这个文化圈 这个文明圈 在和现代化的文明交汇的时候 都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 需要加强交流 才能形成一种 有力量的文化来真正的发出自己的生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